Hi, my name is Kelly Wan 今天要來找出哪一個自拍的攝影燈是最讚的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我們今天找了六款自拍的攝影燈 分別是 就是這六款的便宜攝影燈 那變成你要直播 你要自拍 你要拍攝YouTube影片 你想要開會上課 之類的 你都可以用這些燈 那我找所有2000元以下各種不同形式的補光燈 來跟大家分享 像是我們有燈棒的 有奇怪形狀的 有口袋燈形式的 跟大家最常見的就是這種圓形的補光燈 就是自拍補光燈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看看啦 那我們就先從最小的口袋攝影燈開始 第一個這個叫做 Ulensy的VL100C OK 所以盒子裡面就有說明書 有一條Type-C的USB線 然後有兩個小小的冷靴配件 就是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到你的相機上方來補光 OK 這就是我們的Ulensy 看來它不能邊插電邊使用 那我們待會再說 但是我要先跟你講一下這個包裝 這個神奇就是它剛剛盒子裡面包這一盞燈的包裝 這個可以完全的當你的柔光布來使用 因為你只要把燈這樣塞進去 你的光線面積變大 你的光線就會更加柔和 而且這種材質跟 就外面販售的柔光布的材質 我覺得 非常非常接近 它可能就是有這種小小的巧思放在裡面 就 你有一個免費的柔光布真的是超讚 那剛剛這個Ulensy其實它也可以邊插邊用 只是剛剛可能電量真的是太低了 所以它沒有辦法點亮 但是現在插著 有一點電我們就可以點亮 來看看它的照明效果 那它的色溫它是寫說2500到6500 可以比較黃到比較藍的色溫 我們先隨便照一照看看效果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開箱下一個產品了 OK 那我們下一個來到我們的 RORA RW271的口袋攝影燈 有一條USB Type-C的充電線 有一個不材質的束口袋 然後有一張用A4指列印的雙面說明書 還有附給你一個冷靴配件就一樣 也可以放在你相機的熱靴上面補光 OK 這就是我們的 RORA RW271的小小口袋攝影燈 哇賽 它是金屬機身耶 真材實料 OK 所以這個口袋攝影燈的電池還有電 我們就來開機玩一下 看看它有什麼效果 這個口袋燈是雙色溫的口袋燈 那它的色溫可以從3000K比較黃的色溫 一直調到6500K比較藍的色溫 所以你就可以來看看 你想要比較藍的膚色啊 或是比較黃的膚色 看你的現場環境不一樣 來選擇不同的光線 這上面有一個OLED的顯示 我覺得看起來超讚 它會告訴你你剩下來的時間 你如果出力調強 你的時間就會慢慢的變少 那右邊是你的電池電量 你的光線輸出跟色溫都在這裡顯示 簡單輕鬆的調整 我們簡單照明一下看看效果怎麼樣 那我們就接下來開箱下一個產品了 下一個我們要來開箱這個 Magic PR Superlight 那這個看起來很神奇的燈棒 它是三合一的神奇燈棒 我覺得還蠻酷的 我們就來開箱看看 我們現在說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USB Type-C的充電線 那這個燈有附入一個小小的遙控器 看起來真的非常可愛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神奇燈棒時間 這燈真的長得超級酷炫耶 你看它可以變成有點360度的照明的感覺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這樣Y形的 這樣展開的感覺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桌上 看起來有點像是小台燈的感覺 哇塞這個小燈真的很帥耶 你看你可以這樣立在桌上使用耶 真的超帥耶 各種變形 真的應該叫做變形金剛攝影燈吧 超帥耶 各種神奇的形狀 各種不同神奇的角度 它都可以變換 哇塞 這個燈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我還蠻喜歡的 它的神奇的變換效果 那這支燈它只有三種色溫可以讓你調整 就是黃 剛剛好 跟白 它沒有辦法無段的調整 所以你如果想要在白色跟黃色的 中間一點點你沒有辦法自己去調整 你只有白 黃 跟剛剛好三種色紋 那我們來簡單照明一下 看看效果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開箱下一個 攝影燈啦 那下一個我們來開箱這個Luxy LED燈棒 OK 所以它有附給你一個隨身攜帶的收納包 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有一條Micro USB的充電線 有一支小小的遙控器 還有一個 就是你在使用燈的時候 避免燈掉到地上的小小 掉環 OK 這就我們的Luxy Q508D LED 攝影燈 那我們就來看看怎麼把它打 喔 這也是我們的雙攝溫LED燈棒 它的攝溫可以從3000K比較黃的攝溫 然後一直到6000K比較白的攝溫 OK 那我們簡單照明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開箱下一個 攝影燈啦 OK 那我們下一個就要來開箱這個BOM GOGO GO VIVO SL1 LIGHT PORROW RING LIGHT SET 一個非常長的名字 它的型號是SL008 一個神奇的環形燈旅行組 OK 所以盒子裡面還附給你蠻多配件的 像是這個有一個手柄 三腳架 有一個雙頭的球頭 有一個球型雲台 跟一個手機夾座 就是你夾手機的 非常非常多配件 OK 這就是我們的環形燈啦 那這個環形燈它沒有內建電池 所以你一定要接著USB才可以來使用 OK 那我們點亮這個BOM GOGO的環形燈 那我們一樣只有三種色溫可以調整 就是黃 剛剛好 跟白 它沒有辦法無段的調整 正常使用應該都長這樣子 就是放在相機前方來使用 但是我想說我們也可以拿來旁邊照明看看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效果 好 那我們就大概看一下效果 接下來來開箱下一個燈光產品 最後我們要來開箱就是這個PALUZE 那它的型號是PKT3039 環形補光燈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一下 OK 所以我們盒子裡面有一個布袋 就你可以隨身攜帶的一個布袋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根金屬棒棒 應該就是拿來自拍用的吧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球形雲台 喔 這不是自拍棒 但你也可以拿來當自拍棒 它是拿來墊在一個圓盤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桌上 你就可以把那個燈立在桌上使用的 OK 所以我們的PALUZE環形補光燈 那一樣它沒有內建電池 所以你一定要接著USB才能使用 那中間的手機支架呢 就直接夾上去 你就可以開始你的表演 那這個PALUZE環形補光燈 它也有三種色溫可以調整 就是白 黃 跟剛剛好的色溫 那它也沒有辦法無段調整 就是沒有辦法更細微的去調整 就只有三段可以選擇 那我們就簡單的給大家看一下照明效果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深入的測試一下這幾盞燈 看看他們的照明效果 然後差別到底在哪裡 然後我到底推薦哪一個給你購買呢 經過一陣子的使用 我是用手機的自拍鏡頭拍攝匿名的ABCDEF 六盞燈的光線品質 因為我想說大部分的人啊 都用手機來自拍或者是直播 所以這樣子會比較可以呈現 你們在自己拍攝的時候有什麼樣的效果 光線品質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鼻梁跟下巴的印子部分 看看哪一盞燈是你喜歡的 待會我們再看看到底推不推薦你來購買 OK那ABCDEF如果你找到你喜歡的燈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揭曉 到底ABCDEF是哪一盞燈呢 那我們的A燈呢就是這一盞ROWA RW271 那這一盞燈它的出力是這裡面最強的一盞 你看它小小的一個面積 它可以打出最強的光線 真的非常厲害 那經過我的測試 它的色溫在6500最藍的色溫的時候 它的色偏非常非常嚴重 會整個變成超綠 但是你把色溫降到5000K以下 比較黃的色溫 顏色都非常準確 重點是它有內建電池 所以你只要按下開關 你就可以讓它亮起來 完全不需要插插頭 真的是超方便 所以你如果平常喜歡用這種比較黃的色溫來拍攝的話 不會用到藍色的色溫的話 那我就還蠻推薦你購買這個ROWA 小小攝影補光燈 下一盞B燈呢 就是我們這一盞MAGIPPE啊 攝影補光燈 那它真的超級厲害 它非常非常多功能 各種不同的角度可以讓你自由挑選 使用非常方便 那它的光線品質也非常好 幾乎是沒有什麼色偏 在比較高的色溫只有稍微一點點的偏綠 那在黃色的色溫有偏紅 但是在中間色溫的時候 顏色非常非常準確 完全可以還原最真實的色彩 這盞燈它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種使用方法 像是你現在散開來 你就有一個柔和光線的效果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集中的光線 你這樣子就會變成一條 非常集中往前照射的光線 那如果你想要一個360度都有的光線 就這樣折起來 反正有非常非常多使用的方法 真的是超好用 MAGIPPE裡面有內建電池 所以你完全不用插點就可以直接來使用 重點是裡面還有附一個小小遙控器 你就可以輕鬆來更換它的照明模式 你的顏色跟它的亮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我非常推薦這一盞神奇的MAGIPPE 攝影曝光燈 接下來來到我們的C燈 那我們的C燈就是這個LUXIO 這個顏色出乎意料的準確 在色溫比較高的時候 它的顏色只有稍微偏綠一點點 其他的色溫顏色都非常非常的準確 但是因為這支光棒稍微長一點 所以你就可能要考慮一下 它的安裝的方便性 像是你如果只是要放一台相機 把它放到相機上面 那可能就會比較麻煩 那你可能就需要買另外的三腳架 或者是燈架來安裝這支燈棒 那如果你可以克服安裝的問題 那我還蠻推薦這支燈棒給你們大家的 那下一盞低燈呢 就是這一盞BOM GOGO 那這一盞燈呢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它色偏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有的顏色它都偏綠 所以偏綠的色偏 你照到皮膚就會看起來 非常非常的不自然 看起來就是綠綠的皮膚 看起來不是很討喜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它如果光線調弱的話 它就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高頻電流的聲音 我不知道 現在有沒有人聽得到 但是它就有一個很討厭的高頻電流的聲音 所以這一盞低燈BOM GOGO 我就不太建議大家購買 就是光線品質爛 雖然它的出力還蠻強的 就是很亮 但是它的光線品質不好 你一個很強 但是照起來很爛的燈 要幹什麼呢 就不要買這個不優的產品 OK 那下一盞就是我們的一燈啦 那我們的一燈就是這一盞 UNZ小小口袋攝影燈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小 但是它的光線品質真的是差到一個爆炸 它的色偏非常非常非常的嚴重 色溫高的時候超級無敵綠 那色溫低的時候超級紅 它四個角都有設計冷虛安裝的孔位 但是它的配件真的是超爛 它就是硬卡上去的 而且是完全沒有鎖可以讓它鎖減 就是你硬把它卡上去 所以你在高速震動 或者是你拿在比較高比較危險的地方 它可能隨時就會掉下來 真的是超級可怕 那它的光線強度也非常非常弱 它是這裡面六盞燈裡面最弱的一盞 所以你買這個感覺就是有打跟沒有打 感覺是一樣 而且打出來效果還很差的小小口袋燈 你買這個要幹什麼 就不太推薦你購買 來到我們最後一盞F燈 就是這一盞 PLUZ環形補光燈 那它的顏色性可能不太好 因為我們的顏色看起來都比較不飽和 這盞燈也一樣 色溫高會比較有偏綠的問題 那色溫低會比較偏紅的問題 單純正面的補光我覺得還行 使用這種環形補光燈 你一定現場還要有其他的光線 不然你就會看起來像是鬼 就是臉色慘白 然後看起來很可怕 這盞燈一定要有USB可以插的地方 你才可以使用 如果你沒有USB你就沒有辦法使用 因為它沒有內建電池 所以如果你不嫌說 欸USB很麻煩的話 那這盞燈其實還蠻OK的 OK 那我們這樣子六種 攝影補光燈 然後各種不同的形式 那就看你喜歡哪一種光質 你就去買哪一種燈 那像是這個BOMGOGO跟ULENSY 我覺得真的是不太優 就是顏色差距太大 就是不能還原真實的色彩 所以就不推薦大家購買 因為價錢都一樣 為什麼要去買這些燈呢 那你不如去買一些品質比較好 這面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這個MAGIP 它的顏色非常準確 那使用起來也非常方便 那它也有不同形式 不同的角度可以讓你變換 反正你想要變成 你想要照到哪邊 你就可以照到哪邊 很容易去控制你的光線 那像是這麼神奇的形式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但是哇塞 真的是 超級好的設計 為什麼我想要做這種便宜燈的分享影片呢 因為有朋友 就是可能看了我的攝影器材的分享影片 然後他們自己去買燈 但是他們買到一些像是這種 垃圾的環形燈 品質不太好 然後就開始問我一些 他們遇到的問題啊 所以我就想說 為什麼現在大家都在直播 然後大家都去買一些器材 然後沒有人去深入的 跟大家分享說 到底每一盞燈照出來的感覺怎麼樣 那到底推薦哪一盞燈給大家 就目前網路上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可能看到 哇塞有環形燈耶 然後你就買 然後你就踩雷 所以我想說幫大家解惑一下 OK這我們今天的攝影補光燈的開箱 跟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